我才正式跟他講 他的爸爸的那些故事 因為他快當兵了嘛 那個時候快20歲以前 然後快20歲以前 他才知道說 原來人家叫我 不能叫你媽媽 是因為你是歌星 就是歌星媽媽一樣的 我爸爸媽媽是那種年代的人 所以我兒子從那個時候 就開始叛逆 一直叛逆 到他當兵 然後到他前幾年 所以我今天謝謝 給我這個機會 我要來問老師 我跟我兒子的一些問題 所以你 縱使是你事後已經跟他講了 但是你覺得 你們中間造成了隔閡 跟他的叛逆是有關係的 那所以你現在 為兒子操很多心 他最近怎麼了 最近從去年 那個事情發生以後 他知道了 所以他說我 去年就是 報紙 然後不是來上你們的節目嗎 就講了以後 我現在就慢慢的 跟我兒子溝通 他跟我講 他說 我花的錢 你那麼會賺錢啊 你是劉業業啊 你就是歌星啊 阿公阿嬤就想 你是我們家的搖錢 是我們家的棟樑 阿公如果 如果一年代 阿公如果 花了兩千萬 我的弟弟花了多少錢 我也是 不過花你幾百萬而已 你在刮刮叫刮什麼不叫 我是你的兒子啊 他會這樣子跟我講 現在會用這樣的態度 對 有情緒 那種欲哭無淚的感覺 他也只是說 我不能中校兩選 我要負責家裡 我沒有跟人家同居 我一直跟家人住在一起 就那個年代 彥恩姐 孩子現在 兒子現在幾歲 現在屬老鼠的 好 屬老鼠 對 兒子現在屬老鼠的 三十幾 三十 三十 三十歲左右 對 三十歲 剛剛就像他講的 他在這一番情緒話裡頭 有講到說 媽 我也不過才花你幾百萬而已 你哗啦哗啦 一個三十歲的年輕人 他為什麼要花你這麼多錢 他現在在做什麼 他對我的 他有闖什麼貨嗎 還是什麼 他就是 前兩年前 不是 他去做公關嘛 他喜歡我 做什麼公關 就是夜店的公關 夜店公關 譬如講說你今天 篤林你去喝酒 都要他簽名 才有很多 很多咖 那一次好幾萬 一次好幾萬 大家因為他 我去捧場去玩 對 可是變成那些 那些賬就算到兒子的頭上 對 因為也收不到錢 對 在哪裡可以收得到 這些賬 這些債務成立之後 你有幫他還過嗎 我有幫他還 但是 我跟你講還有一個那個 他竟然一個 當兵回來沒有幾年 他要去玩的時候 他竟然去買一個3500 Infleting那種 跑車3500的 兩個門的 那個一百多萬 就這樣子開 二十幾歲喔 那是你給他的錢 當然是我買的 媽媽最早是買 不是我買給他 那個 那個Mazda的 0007的休旅車 全新的 買個那麼怕的車給他 才剛補 他要啊 我在想我彌補他 所以呢 就一直一直一直這樣子 就只要他開口有需求 你就是買他 只要是我能夠 因為事實上 好 剛退伍 然後你買個那麼怕的車給他 幫他還掉了這個 然後他去酒店當公關的時候 簽了一些帳 你也還 那後來你把他拉回台中 希望他單純一點 那他後來在台中有做什麼工作嗎 弄那個夾娃娃機的 對 就是一個 一個不是賭博的那種 你有大致算一下 你總共在兒子身上 現在投資了多少錢 我不敢算了 我如果想起來 我就覺得 晚上我就說 不要在臉上我靠 因為我唱一四人 我就唱我爸爸那一段 唱我小弟一段 我自己跟一個兒子 我已經 我跟他提供杯 提供杯 我想要再唱多久 我十二歲唱我 到現在已經 四十幾 要五十八了 你想要再唱多久 我現在也是在台中唱的 我一個月也要再唱多久 唱下去 以前爸爸 什麼人 現在中間 我要唱到何時才出陶梯 還好 所以趕快來問老師 那你兒子 現在跟你的關係怎麼樣 現在關係就是 比較接近一點 所以 老娘要有一點小錢 兒子呢 會常常來問候你 他順便 就 又不談了 又比較乖一點 就是說其實 你常看我們節目 對於大家 最常討論的星盤 其實你對於這個 自己的時辰上面 有點不是很確定 所以星盤的這個定盤也是 我也不清楚 搞不清楚 來 所以燕姐只知道說 自己是在11點到1點出生 也就是子時嘛 老師 11點到1點 在夕陽的星盤來說 他已經跨了好幾個時辰 這一差差有點遠 怎麼抓 其實從晚上11點到隔天1點 其實你有可能 都是另外一天了 搞不好你的生日 有可能是9月28號 又跟我同一天 也有可能是9月30號 所以你一看 要訂你的盤的時候 是要從9月28號 那個晚上開始訂 訂到9月29號一整天 還要訂到9月30號的凌晨 好 這一段時間 那但是呢 因為我剛剛在聽你講你的故事 我們一般來講 星盤定時 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 就是包括 我們的小孩子會怎麼樣啊 爸爸會怎麼樣啊 媽媽是會怎麼樣啊 然後我們會不會賺錢啊 然後事業是怎麼樣 這些都是從星盤上 大家可以看到 可是一般的人 你生日啊 擦個10分鐘 20分鐘 半個小時 不會擦太多 可是 你看流年的時候 就擦了 看流年的時候 比方說 你如果擦了 因為在星盤上面 比方說15分鐘擦一度 擦一度就擦一年喔 所以你的時間呢 如果說呢 擦了半個小時 擦了兩度 我在論婚期的時候 可能會擦兩年 論你什麼時候 會紅的時候 可能會擦兩年 論你什麼時候 會生小孩 可能會擦兩年 所以很多事情 就會擦好幾年 是 那如果說呢 一擦擦一個半小時的話 哇那擦的年數 就更多了 所以定盤呢 它為了就是要讓你 我們可以掌握 你大概在你的人生幾歲 很精確地 掌握到幾歲 的這一段時間 會發生什麼事 而且這件事情 對你來講是好的 或者是壞的 讓你可以趨吉避凶 是是是 所以定盤呢 它可以幫助我們判斷流年 嗯 那所以現在燕燕姐的盤 對 大致上已經算定出來了 好 那我們從新盤上面 也可以看得出來 燕燕姐最在意的就是 他跟兒子之間的關係 對不對 目前 因為呢 我從你的爸爸 從你跟你兄弟的關係 對 然後從你跟你小孩子的關係 對 那其實我已經可以 把你的出生時間 從晚上11點到1點這個區間 已經可以縮短到 11點到11點半這個區間 好 就可以縮短半到這個 這個半個小時之內 那然後呢 為什麼 這是 因為 這半個小時出生是 最苦命的嗎 因為呢 你怎麼這樣 你怎麼這樣 你怎麼可能 其他幾個小時都還好 OK 因為呢 11點到11點半出生 他的這個新盤呢 剛好他的副工 就是代表爸爸的這個工位 壓力也比較大一點 代表兄弟的這個工位 壓力也比較大一點 然後代表子女的這個工位 壓力也比較大一點 就比較有課項了 所以呢 要不然我們就是 把這個時間排在這個時候 這幾個行星就會落在 兄弟公 副公 那跟你的子女公 如果晚半個小時 這幾個行星 移到其他的地方去呢 就沒有這個跡象 所以我們現在說 如果晚半個小時 你就嫁給賭王 都沒有用 妹妹 稍冷一下 對啊 就是不一樣了 三代人老師 看小孩子是什麼類型 然後看小孩子的爸爸 是什麼類型 然後看你爸爸 你跟你爸爸的關係 看你跟你兄弟的關係 我們大致上就可以定在 11點到11點半之間 那因為呢 我對您有一點印象 但是呢 你之前出過什麼唱片啊 拍過什麼電影啊 老實講 我不太記得了 所以我就去搜尋 我就發現您出道出得很早 對 所以人家跟我說 老一年 你六十七十 我說 靠腰啊 你十幾歲的唱歌 我唱四十 但你跟聖帝 你也知道我幾歲 跟我說 我說你怎麼會跟我說八九十 對不對 我出道就早 所以呢 我們在星盤上用的是 另外一種叫做 太陽虎的論命法 好 我們就是在看 你的生命當中 有一顆這個冥王星 它就是在這個地方 然後呢 我們常常有一句古話 叫做這個 天上一天 人間一年 對不對 在星盤當中呢 一顆行星 一顆行星走一度 代表一年 所以呢 這一顆行星呢 我們就是抓根你的天底 就是你的人生當中 你童年這段時間 你的人生出現了第一個 非常非常重大的變化 的那個時間 就是你十三歲那一年 來做一個 然後做一個這個參考事件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你的 出生時間 精準的定在 十一點零九分 好厲害 十一點零九分 對 十一點零九分 但是老師 我如何改變我的命運 才會符合 符合你的這個 符合你的這個出生的時間 我先跟您說 像你呢 你看你的星盤 你的上身呢 雙子座你是 你的上身星座裡面 有木星跟月亮 老實講 你這輩子呢 你來就是要 你的個性就是那一種 非常慷慨 非常大方 然後對身邊的人呢 非常豪氣的那種個性 對 所以呢 我跟你講 你個性你改不了 除非你要變小氣 要不然你這個人 是口袋裡面 只要有五百塊 旁邊的人跟你借五百塊 你一定是五百塊掏出來 就借給他 也是不可能小氣的 所以呢 你也不用去想說 我要不要怎麼樣 就是讓我的兒子乖一點 或怎麼樣 其實你兒子很乖 主要是你這個媽媽 都是你寵壞的對不對 謝謝你們去吧 不是 面是每個媽媽都會面 哪有兒子 那麼年輕敢 要一台那個車 你前面都是給他 兒子我覺得也是有分寸 也是隨口講一下 沒想到你就OK 你就買了 那後面 我沒有那麼離譜 是他已經訂了 我想 這個喔 這訂下去了 對啊 已經穿下去了 這出去了 不出去了 沒關係 把他拿著回來 這整個都開了 所以沒有辦法 就買了 這個我跟你說 反正你個性就是 一個很大方的人 老實講 你是有求必應型的 爸爸兄弟小孩要什麼 其實你都不會拒絕 那你其實你只需要有一個想法 就是只要我願意給 老天就會讓我多賺一點錢 因為老天爺呢 老天爺就是這樣子啊 你願意為你的家人付出 你唱歌啊或幹嘛 老天爺就會一直送錢給你 讓你可以賺 讓你去為你身邊的人付出 那你兒子呢 他在你的心盤當中 他是金星 金星就是比較愛享受 然後比較不太喜歡吃品的 這種類型的人 金星 金星通常代表個性 還是比較小孩子心性 那他今年應該是31歲吧 11歲應該是 所以其實呢 你要嘛就是媽媽 對他的這個管教 要略略的稍微嚴格一點點 要嚴格 那要嘛就是以後呢 他娶的妻子非常的重要 因為像這種個性上呢 就是不是那麼認真的人 就看到他娶到什麼老婆 他如果娶到一個比較虛花的 哇那兩個人就把你錢花光光 但是他如果娶到一個 稍微比較顧家的一點點 所以呢 你對他在金錢上可以大方 但是你在他的婚事上 你一定要多花一點點心 意思就是說 你反正爸爸兄弟兒子 都是自己親生的 你已經排不掉了 你現在要有一定的智慧 要幫他取一個新一代 年輕的劉燕燕回來 真的 真的 繼續唱 謝謝土靈弟弟 你真太帥了 你就是房貸 三萬 其實要問一下我們的瑞光老師 其實什麼樣星座的人 本身很會賺錢 可是他賺了半天都給別人花了 給別人花包括是給自己的父母花 或是給自己的兄弟姐妹花 或是給自己的小孩花 好朋友 那我們就來看看你在心盤上有什麼特質 老實講我覺得這些人其實是不錯的 所以這些人呢 你如果看到他的心盤有這樣的特質 你可以跟他當好朋友 OK 來第三名我們開始來揭曉 第三名呢 如果他的上身是巨蟹座 跟金人姐一樣巨蟹座 巨蟹座的人天生就比較有母愛 然後他的太陽跟月亮如果落在獅子座 又有大姐頭的特質 你們兩個沒有 像這一組的人呢 他們是母愛泛濫為另外一半付出 他們通常比較傾向於找那種 很有孩子氣的老公 男朋友 你知道有一些女生自己的個性很強 雖然她的頭腦裡面還是想著說 我希望我的另外一半很傑出 很出色大老闆很有錢 但是實際上遇到那種個性比她強 還要管她的老實講她受不了 所以她要找一個她可以管得動的 所以他們就會傾向於去找這種 年紀可能還比她小 還會談一些姐弟戀啊 或者是個性上 比較溫順的會聽她的話的 那她就會為她的另外一半付出很多 比方說幫她開公司啊 幫她操持家務啊 那然後呢 在公司裡面還幫她當會計啊 當董娘啊 就是一定會把她的事業整個都弄起來 自己可能很節省 但是她所有的心思啊 所有的錢啊 全花在另外一半身上 像以後你的兒子就要娶這個類型 好 再來我們來看第二名呢 是她的上身如果是射手座 喔這一型喔 非常非常的大方 可是她的太陽跟月亮如果落在水瓶座的話 水瓶座很愛交朋友 我告訴你這一型的人呢 天性慷慨大方 為朋友兩肋插刀 就是呢 就是呢 家裡可能只有五千塊呢 的買菜錢 還會把這五千塊拿去借給朋友的 就是這一型 所以呢 如果你的男朋友 你的丈夫呢 是這一型喔 你一定要好好的注意 那那個口袋只要 那個錢只要一收到口袋裡面喔 錢只要薪水只要一轉到他的戶頭 你要趕快馬上就把它領出來 這種人呢 耳根子很軟 對朋友非常非常的有益氣 只要朋友受苦受難喔 他自己沒得吃沒關係耶 他就會把他的錢拿去借朋友 那如果說你現在是單身 那準備要 要跟一個男生交往的時候呢 你也可以好好的觀察一下 他的上身星座是不是 是跟這個月亮星座 是不是這兩個星座 如果是的話 他那個錢喔 可能輪不太到你花 你要多注意喔 OK 再來我們來看第一名是誰 第一名呢 上身是摩羯 摩羯 那再加上他的太陽跟月亮 如果是雙魚 摩羯座 像錢耳是摩羯座嘛 摩羯座這個星座 特別是上身的人 非常非常的有責任感 任何身邊的家人啊 爸媽兄弟小孩啊 另外一半都是他的責任 都是他要管的範圍 再加上他的月亮 如果是雙魚座 哇這個人簡直跟聖母瑪利亞 沒兩樣 他是責任心超強 然後專門就是為家人 犧牲付出跟奉獻 一千年 所以呢 像選到這一型的人 在家裡通常是 無怨無悔付出的 這個媽媽啦 或者是爸爸啦 那然後呢 自己可能很節儉 但是錢都給對方花 居然到小孩子結婚了 然後生小孩了 都還會為小孩子承擔很多的 就這幾個 這邊問一下周瑩町老師 老師我們聽燕燕姐的故事喔 其實這樣的女人好像很多對不對 背老爸爸的 背家人兄弟姐妹的 背老公的 背兒子的 還有在往下背的 對 這樣的女人真的很多對不對 我們第一點 有一種叫做 為四大人 那個叫做 因為以前有一種叫做 欠白無 然後兒女是債 但是其實有一種叫做欠父母債 還有是父母欠你的債 如果是父母欠你的債 就是怎麼樣呢 催行的時候一直幫你扶 他幫你請 而且又什麼事情都捨不得你做 還有甚至於說 你結婚了他還要拿一筆錢 還要以後還要幫你準備 以後你的遺產還要多少給你 還怕你得不到 還要跟你兒子講說 這個女兒也要給他 就是一天到晚就是為了兒女債 那個就是父母會去欠兒女債 那我們現在說的一種叫做 兒女欠父母債 也有這樣子的人喔 就是你要還父母債 就額頭低窄 日夜角不閒 其實日夜角就在這個地方 其實這就是兩個角 對對對就是眉頭在上面一點點 那個就看不到就是 我們說說 沒有靠頭 不是那麼上面 就是在額頭 就是眉毛上面一點點這個地方 還有就是這個 額頭要一點低窄 這種女生通常從小 出息家境不好 家庭環境不好 家庭環境不好 那就是你從小可能就是要幫家裡賺錢 有時候呢就是你可能 通常都是沒有辦法讀到很 收到很高的交易 如果說你能夠收到很高的交易 以前都叫做半工半讀 都要自己來 那現在當然沒有什麼所謂的半工半讀 沒有同工制度 那就變成怎麼樣呢 就是一定要住鞋貸款 那住鞋貸款很多人都有啊 但是他所謂的住鞋貸款 就是要自己還錢 就是出了社會以後要自己還 什麼都要自己來 還有連出嫁以後 還要就是要拿錢回去孝敬父母 還要再給他們每天每個月來 你的薪水裡面 還要固定扣多少給自己的父母 這個叫做還父母債的人 通常就是這樣子的一個臉像的人 還有我們剛剛講的 缺老子 缺老子 好你家債 我沒有嫁人 對 為老公操勞 就是大小眼 就是右眼有鼻子有眼大 通常我們都知道 很多的女生都為家庭要辛苦操勞 在白天出去工作晚上回家還要做家事 這個通常就是大小眼的人 但是你要知道喔 沒有大小眼的人很少 通常都是 眼睛都會有一點點的大小 但是我們現在說的 如果你的右眼比左眼大 那就長了 你就每天 你從來 你只要結婚以後 你就省老子 我家是晚上回家 他就會說 那你旁邊等我來煮飯 我來做菜給你吃 等一下等一下 慢慢的等 我一定會把你整 還要到了桌上面 什麼都幫他準備好 飯還幫他撐好 那就是你省老子 所以通常右眼比左眼大 就是因為他寵老公 再來就是要不然就是 你會嫁到一個 肩不能單 手不能提 就是身體好像都很差 又 還有 魔生能力很弱 不太會賺錢 賺錢又很少 還有一款喔 老公就是賺錢 他自己在外面花 不願意拿回來 回家還要給你大小聲 還要家暴 這個通常也是這樣子的 所以這個是不是比剛剛的更慘 還有一款喔 好 就是為兒女辛苦的 就是你的眉毛通常會短一點點 還有就是類堂這個地方深陷 這個人以前有一句話叫做 生小孩走走 生小孩不好 剛剛就在講燕燕姐 其實應該講說 兒女兒孫自有兒孫胡 莫為兒孫做馬牛 所以他要開什麼什麼什麼 那麼好的車自己買 對不對 對 那你幹嘛要 他說一句你就幫他買 他這一次有求必應 下一次他就會再來 所以這個通常就是 因為你的這個 我們講類堂深陷的人 通常對 為了你的兒女們 都什麼都是有求必應 從小就是 送他上學 接他下學 便當要幫他準備好好的 什麼都不會幫 他如果今天忘記 把學校的功課帶去 你還趕快喔 做進程度把他送過去 就是這樣子 你照顧到無為不至 讓他很多很多的價值觀 都會錯誤 所以通常這裡 凹陷的人都會這樣子寵孩子 所以他就後來就是考試 媽 我為你考幾分了 我今天為你考了幾分 我今天為你做什麼 他認為好的事情都是為你做 對啊 以前都要為他做 畫圖啊什麼的 老做啊 都是我在做 我做的一流的 媽 你這樣不行啦 我想我給我的兒子是第一名啊 那結果小孩子的價值觀不一樣了以後 他可能以後回來他不會回饋你 他不會認為孝順你是應該的 他認為你為他做是應該 你就是老母 你就是要對我做這麼多 所以這個就是不對的 還有一種叫做灰智燕的 灰智燕 你只要有錢 你只要有錢 你只要有錢就會被朋友騙 你有時候會因為錢 跟朋友有一些糾紛 甚至走到稍過的地步 那這個通常就是因為你這一條 我們講理智線斷斷續續 或是甚至於比較不明顯 或是比較 比較彎下來 這個通常通常我們講說 比較沒有那麼好的銳智 我們不要講他不聰明 其實就是沒有銳智 就是說沒錢聚啦 你的錢都是被朋友騙走 你要拖累 所以騙成說 你的老公的錢 你錢是你給你朋友倒去